王妃,快回将军府,老将军被骑病了 祖父为何生气 是穆王,穆王来过,不知道跟老将军说了些什么 穆王走的时候,老将军就被气倒了 本王跟你一同前往 王爷还是留在府中吧,祖父只是被骑病了 我过去医治就好,穆王已经离开,不会有事 如果穆王想报复,不会用这样的办法引我出去 本王派几个侍卫护你过去 好,谢阳没再拒绝,带着将军府的人快不离开了 祖父 他叫了一声,刚要过去 老将军一下子坐了起来,哪有一丝虚弱 你怎么来了 你,你不是被穆王气病了吗 谁那么多嘴 一旁,穆林立刻捶手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 我是真的还是装的,你都分不出来 当时脸都白得没有血色了 这装得也太逼真了 装得 他看祖父脸色不佳,想要诊脉 但想起祖父的抗拒便作罢了 一伯,请府中的大夫给祖父诊诊脉吧 是 我是装给穆王看的,不必请大夫 穆王应该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戳破了他不能生育的事情 现在来报复的,是我连累祖父了 你知道就好,还不快回韩王府去 留在这里,是要给我惹来更多的麻烦吗 老将军的话脱口而出,似乎是觉得有些不妥 说完之后,他又飞快地看了谢瑶一眼 谢瑶的确是心头一疼 但看见祖父的动作之后,又释然了 看我干什么,还不快走 我看你一眼,是想看你有没有离开 祖父少安勿躁,我走就是 最近提防了谢穆王和上官月 他们两个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 谢瑶脚步一顿 嘴角有了一抹若有四无的笑意 他知道祖父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才更想回到将军府 别想太多 你虽然跟将军府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毕竟是将军府出去的 如果被上官月算计了 丢的是将军府的脸 穆王和上官月究竟是什么关系 如你当初所想 他们两个的关系 并非只是互相利用那么简单 不过他们两个的关系有多不简单 恐怕你也想不到 暗卫发现 他们两个前两天在一起的时候 关系很亲密 这件事情韩王知道吗 他应该不知道 最近他的人很忙 不是在军营 就是在前线和宫里 根本没有余力调查上官月 你走吧 我该说的已经都说完了 如果你还是被算计了 也怨不得别人 多谢祖父 孙女一定不会被人算计 过两日再来看你 过两天你也不必来了 最好一直不来 好